听我一句劝 永远不要跟一个男人好好沟通 因为你所谓的好好沟通 就是跟男人讲道理宣泄情绪 和他讲道理宣泄情绪 你能讲通吗 讲到最后你气得不行 问题没解决 情绪反而更大了 而他呢 不会觉得你说对 反而觉得你是在管着他 束缚他了 他会非常不爽 那和男人你该怎么沟通呢 告诉给他你的需要 你需要他具体怎么做 我需要你早点回家 我需要你回来跟我一起分担家务 我需要知道你去哪里了 我会担心你 你对他有需要 他就会觉得你在认可他的能力 不要小看语言给别人带来的心理影响 记住啊 你们一定要区分开 什么是需要 什么是要求 我们在咨询当中发现 很多人通常喜欢这么说 你必须要早点回来 你怎么又回来这么晚 你怎么又不跟我提前说 你严厉就是没有这个家 你如果这样说 就全是对他要求 对他不满 那时间长了 他就会觉得烦 压力大 你事多 所以真正有实力的女人 都是懂得用心理学 去拿捏人性的 谢谢你 谢谢